秦总 这位就是纪师傅 我是Andrew 你还记得吗 记得 请问 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是昨天 何彩虹见到你之前 刚刚发给东霖的一个邮件 我认为你会关心 她的身心健康 那天没有吃错药 没有喝酒吧 没有 那这双重人格 怎么冒出来的 这不是她写的 这是她的邮箱 我知道 让热恋重的人受到这种现实 是残忍的 秦先生 失陪了 我该下班了 是 等一下 东霖跟何彩虹的事 请你不要插足 你是后来者 到小时 喂 acht to 我是彩虹 对 你 冬离 我喜欢过你 冬离 在本科的时候 所以 我才能写了那么多 那么多动人的情书 虽然都是替你写给别人的 其实里面每句话都是写给你的 可惜你不知道 时间久了 一切都淡了 我也长大了 我只当你是我最好 最好的朋友 我不能假装爱上你 因为 因为这样对你不公平 如果你要因此而恨我 那就恨吧 终于考完试了 我跟你讲 我们学校永远都是你是文科第一名 我是理科第一名 做什么美梦呢 冬离 如果我是一只青蛙 只要你吻我一下 我就能变成一个公主天天陪着你 你愿意吻我妈 你愿意吻我妈 不愿意 你想啊 这公主那公主的多多爱 一点都不新鲜 我跟你讲 会说话的青蛙才吸引 你要是真的能变成那种会说话的青蛙 我天天没你 给 那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回信 说你一直喜欢我 一直爱我 只是不敢跟我表白 耍我很有意思吗 我没有回信啊 我真的没有 还没有回信 还没有回信 你看看 拜托我 我好歹也是文学博士好吗 我怎么可能写这种 幼稚又露骨的东西啊 我 何彩虹 你又想耍赖是吧 童林 我好像喝得多了 我 我 我先睡一下 这 这无鉴一定 对 这是梦 这是梦 我是真的 很脆弱 尤其那次你哭着说 爱我 以为逃离是解脱 却让我陷入想你的折磨 爱上你就是个错 你奔不开爱怪物般的我 我还努力言洒脱 没你的日子让我怎么过 我就是非爱你不可 离开你我还试下什么 好想再为你唱那首老歌 音乐响起泪水早已流成河 我没有非爱你不可 骗了自己却更难过 以为成全了你我会好过 从此却带上了痛苦的枷锁 还没睡啊 我今天睡你这里啊 何才好呢 在我房间睡着了 然后你就出来了 我今天睡你这里啊 还没睡啊 我给你穿扎了多好的机会 你就这么毫无结果地出来 你还想要什么结果呀 你别 我就睡一个晚上行不行 是不是 兄弟 你忘恩负义是不是 你不怕我以后揍你是不是 是吗 开门 你 什么人呢 还兄弟呢 是吗 坐多久了 三个小时了 进来吧 真没用 我就说你不会这么不仗义 我 早 来 刚好 吃早餐 昨天睡得还好吧 还可以吧 我给阿姨打过电话了 放心吧 谢了 当 当 当 又言言出血了是不是 没事 只是上火而已 我都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偶然的 你要喝杯水吗 喝口水 你说你每天刷三字呀 你根本不可能得口腔癌的好不好 放心吧 绝对不会的 好了 先吃饭 一起呀 安之爱 昨天晚上 没跟当令在一起 甚么都没发生 你怎么知道 她有那个胆吗 怎么知道 她没这个胆 真是常识 冬离 我其实昨天是想跟你说 那封回信真的不是我写的 多半是 是我妈写的 你妈 不行 我等回去找她去 你不跟她一起去吗 我为什么要去 人家明珠阿姨可喜欢我了 快吃吧 门